最近,我们看到美国的B-52轰炸机,已经抵达卡达的美国军事基地。 而且美国的林肯号航母,已经穿越了红海,正在向伊朗海域逼近。 关键是美国还不罢手。 美国国防部5月10日宣布,将在中东地区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爱国者飞弹联, 以强化派遣中东的航空母舰部队,反制伊朗带来的威胁。 美国这是真要用武力打击伊朗的节奏。 至少说现在美国已经具备开战的条件,而且一旦开战, 那么美国众多的盟友,显然会帮助美国。 现在的美国显然是双管齐下,不仅仅在经济上制裁伊朗, 还在军事上施加压力。 大家都在纳闷,美国真的敢对伊朗动用武力。 还是故意作秀,装装样子。 虽然说美国的军力,显然可以碾压伊朗。 但是当年的伊拉克比现在的伊朗可差远了, 却足以让美国深陷席中。 即便当时有众多盟友帮美国一起打击伊拉克, 但是依然让美国非常无奈。 面对美国的制裁和军事上的施加压力, 我们看到伊朗毫不退缩。 在灰色地带继续卖出石油, 在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。 而且伊朗最为倚仗的导弹, 开始向波斯湾海域,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。 伊朗认为,美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。 不管是不是心理战, 但是能够看出伊朗已经做好了和美国此刻到底的架势。 而对于美国来说, 航母、轰炸机、两栖攻击舰、爱国者导弹一应俱全, 即将全部到位。 到底打还是不打? 对于美国来说, 最忌贷伊朗的不是伊朗的海军, 更不是伊朗的空军, 而是伊朗的导弹部队。 当上千枚导弹, 瞄准美国航母编队, 以及周边军事基地的时候, 显然能够给美国带来重创。 至于说到底会让美国损失多少, 估计美国心里也没底。 所以,美国就怕伊朗的导弹, 正考虑切断伊朗的GPS讯号。 这也是美国发动战争前习惯的剂量。 一旦切断了GPS讯号, 那么伊朗的导弹将没有了准兵, 显然无法打中美国舰艇。 而伊朗的战机也将无法完成打击任务。 当年的美国,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攻入伊拉克。 切断伊拉克的GPS讯号, 显然非常的关键。 如今美国真的开战的话, 显然第一时间就会切断伊朗的GPS讯号。 对于伊朗来说, 将会非常的尴尬。 要知道现在的卫星导航系统, 已经不是美国一家独大。 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俄罗斯的还是我们的, 都可以避开美国的GPS。 而美国既带伊朗的导弹, 如果真的要切断伊朗的GPS讯号的话, 那么伊朗的导弹将成为摆设。 俄罗斯军事专家在关键时刻提醒伊朗, 把现在武器装备上的模组, 尽快换成北斗导航系统。 这样一来的话, 即便美国切断GPS讯号, 显然也不管用。 而且北斗导航系统, 已经非常的成熟。 和美国的GPS完全是两个系统。 一旦伊朗换成了我们的导航系统, 那么伊朗的导弹显然不会受到影响。 完全可以给美军造成重大伤害。 或许现在的伊朗已经在更换中。 毕竟真打起来时, 在换就晚了。